为购买俄T-90S 印度使出一个妙招 令美国无从阻挠 那是什么 为什么说比土耳其还过分 在美国扣押了土耳其的F-35战机 并威胁还要进行制裁时 印度成为续土耳其之后 又一个无视美国的制裁 实际购买S-400导弹的国家 印度可谓是顶峰作案 目前美国还没对此事做出回应 而印度又再次大手笔 从俄罗斯购买武器装备 据环球网11月28日 原因美国防务新闻的消息称 印度国防部近日与 俄罗斯国营武器出口公司 签署价值31.2亿美元的合同 计划在本土生产464辆T-90S主战坦克 为此印度支付了 高达12亿美元的技术转让费 对于T-90S主战坦克来说 印度已经是老顾客了 先后于2000年和2007年 分别购进310辆和347辆 并且向俄罗斯购买生产许可证 在国内的阿瓦迪厂 另外组装1000辆 印度对于这款主战坦克相当认可 也成就了其拥有 南亚次大陆上最具实力的 现代化地面装甲突击群 但对于美国来说 印度的举措等于是火上浇油 购买S-400导弹 还没有真正的制裁 又购买巨额的RT-90S坦克 是可忍孰不可忍 实际上美国真不想制裁印度 在印太战略中 印度是不可或缺的意愿 甚至为了避免印度 因为武器装备问题 与俄罗斯走得太近 美国还投机索号 在2018年与印度签署了 一项防务协议 允许向后者转让 先进武器和通信系统 印度为何只青睐 遏制武器 印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其国内70%的武器装备 都是俄系的 生产基础和配套的 后勤宝炸等 都与俄罗斯一脉相扯 推倒重来将造成 不可估量的损失 当然 俄印两国也担心 这次交易会受到美国的干扰 印度使出一招让美国无从从脑 报道称 为避免受到美元金融体系的制约 让交易能顺利完成 印度将以卢布作为结算货币 这应该是俄罗斯提出的要求 本身就是去美元化最彻底的国家 美元结算将会受到美国的制约 以自己的本币结算 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但是印度抛开美元金融体系 相当于又刺激了美国 另一个敏感的神经 这是开了先河 比土耳其还过分 如果其他国家有样学样 避开美元购买俄罗斯武器 这对美元金融体系 都会形成巨大冲击 可以看出印度铁了心 要购买俄罗斯武器 不惜冲击美元金融体系 这也是美国自作自受 长臂管辖并制裁带来的后果